上星期的行政院记者会 当时的前发言人丁一鸣 声称获得比赛冠军的牛肉面业者 使用来记美牛遭业者打脸 民众检举第一名造谣 刑事局却认定 此事会设恶假害拒绝受理 资深媒体人陈辉文点破 只因为这个人 因为刑事局的局长是苏贞昌的人 现在这个刑事警察局的局长 他不是靠什么破大案立大功 当刑事局长 他是苏贞昌在当台北县长的时候 他是台北县刑警队的队长 陈辉文说的正是刑事局长黄明昭 刑大51期毕业 曾在苏贞昌当台北县长任内 担任台北县刑大队长 去年苏贞昌再任隔魁 黄明昭没多久刚好也升官 担任警政委员 随后代理刑事局长 进而征除成为51期后 首位最年轻的三线三星警官 刑事局已经基本上是垮了 第一名假的是不是算假消息 不是由你警察来认定的 你警察根本不是侦察主体 你只是负责受理报案 你凭什么不办 刑事局忘了我是谁 你看跟苏贞昌有关 这个实在是不行 陈辉文认为刑事局揣摩上意 有违背司法侦察之嫌 看在社会记者出身的资深媒体人 谢寒冰严厉 根本是公然吃案 刑事局这样的一个做法 基本上就是吃案 假设刑事局这种案子 全国瞩目的案子 你都可以用这种理由搪射 然后直接不受理的话 那实际上地方警局 更可以用各种方式告诉你说 这个东西客观上不成立犯罪 对于在野党与舆论质疑 刑事局表示没有任何回应 但倘若司法体系得看颜色办案 难道唯有绿色是能被原谅的颜色 记得杨翔 张宣台报导